關於美國新任總統就職典禮的事情 我們大概也最近也有收到一些新的訊息 就是因為華府政局的一些新的進展 我們看到說華府現在已經進入戒嚴的狀態 所以他們在就職典禮的安排上面 它的規模就更加縮小 那其實駐美代表處對於相關的這種 就職典禮的最新的情況一直都有掌握 那對於在華府地區可能的一些這種情況 他們也做好了一些準備 就是對於如果一些我們在美國的這些僑胞們 或者台灣的留學生們有一些需要幫助的 他們也隨時準備好要幫助 所以這些部分駐美代表處是有非常密切的掌握的 駐美代表處應該不會有任何人參加吧 就是跟剛剛跟您報告過 因為這個規模現在已經說到非常小 那甚至到時候拜登總統好像現在已經聽說 是要到不是在戶外 而是在室內來做宣示的部分 所以可能在這個部分 因為規模縮小的緣故 所以我們爭取參加的困難度 應該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我們並沒有說我們不參加